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天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新鲜的祝福 上帝恩待你 怎么样领受祝福呢 这几天其实我们一再讲一个最宝贵的真理 就是顺服 好像我们说撒拉法的这个寡妇 当神透过他的仆人宣告一件事说 你先做一个饼拿来给我 然后你看看上帝怎么祝福你 接来他要做一个决定 那个决定就是他要不要救 他就顺服了 而他一顺服之后真的惊艳 瓶子的油不少 面粉不少 然后他和他家里的人和以利亚 通通都吃饱 而且吃了好多日子 然后后面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正如 正如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说的 弟兄姊妹你知道 圣经的每一句话你可以去经历的 试试看去经历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神的话是真的 我对一位很敬重的长辈 他是一位神的老仆人 他做一件事 他在他圣经上面 每次读到一个神的应许 他就把它画下来 用红笔画下来 然后他就记载说这是神的一个应许 他整本圣经里记载了三千多个 神答应要给人的应许和祝福 然后他再读的时候 就用蓝笔把一些这些应许 他经历过 真的是这样 神这样说 事情真的是这样发展 他就用蓝笔再画一条线说 这是经历 红笔是应许 蓝笔是经历 他告诉我 他是我的一位老师 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 他活到九十几岁 他说 尚恩我告诉你 我一生不断地在经历 从红笔到蓝笔 红笔是圣经里面 一个客观的记载 记载了一个神的应许 蓝笔是生命里面 一个主观的经历 我真的经历 神的话怎么说 事情就怎么样 就怎么样发展 就怎么样的 让我们可以去经历 这个撒勒法的寡妇 做了一个顺服的决定 他真的这样去做 他就经历事情的发展 正如耶和华神 所吩咐的 所应许的 谢谢主 虽然那是超越 他的经验值的 不可能嘛 哪有这样的事情 就那么点油 就那么点面粉 倒完就完了 可是怎么会呢 我们的神做事 是超越你的经验法则的 人常常被我们的经验 限制住了 我们的经验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觉得不可能 但是你忘了 不可能是因为 是人做的不可能 但是这些事 是上帝做的 上帝的作为 超越你的经验 你愿意试试看 跨出这一步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我们一起来经历 事情的发展 正如 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主要我们跟随你的脚踪 真好 即便在我们的经验 之当中 我们觉得很多事 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求你 奉主的名 把一个不相信 被经验限制住 不相信神做新事的恶心 从我们里面赶出去 奉主的名宣告 我们的神 又真又活的神 是天天做新事的神 帮助我们 一顺服 就进到上帝的祝福里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你还在用你的经验 去限制神吗 记得 我们的神 是做新事的神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